据说施水泥可以抵挡炸弹 在电影里主角在游地车里发现了一枚炸弹 他直接找来一辆水泥车 将水泥灌满整个游地车 之后炸弹虽然爆炸 但是威力却被水泥完全吸收了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电影就是这么演的 今天亚当和夏娃就来验证这则留言 他们先是找来一辆游地车 在车里直接放上威力巨大的炸弹 并且以车辆为中心化缘 在圆的四周放置纸板模拟游地车周围的人群 为了能够知道他们放置炸弹的威力 这次实验将不会灌入水泥 并且在里爆炸点不远的地方安装侧爆装置 当炸弹爆炸的时候 侧爆装置会把相应炸弹的冲击波数据 传入电脑中进行一定的分析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夏娃直接引爆炸弹 随着一声巨响 游地车瞬间消失被巨大的烟雾所淹没 之后变成了碎片 在检查爆炸现场之后 他们发现炸弹的威力十分巨大 直接将他们的侧爆装置给摧毁了 并没有留下什么珍贵的数据 而且周围的假人也有不小的损伤 几乎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的 所以他们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数据分析 将炸弹炸出的碎片进行一定的标记 再把无人机升到一定的高度给现场拍一张照片 经过观察得出这次爆炸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威力也十分巨大 因此接下来 他们将水泥车搬到了现场 再次拉出了一辆游地车 并且将炸弹放置在桌子的下方 用于固定以防炸弹浮在水泥上 然后灌入水泥 但夏娃发现 水泥灌入的过程中 炸弹被迫离开了桌 这就遇上了难题 因为此时的水泥已经达到了小腿的身体 无法打开车门走进去将炸药安置好 于是亚当直接在车上钻了一个洞 使用一块木板艰难地爬进去 接着再把炸药移动到最佳的位置固定好 再从那块木板上原路返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不断灌入水泥的过程中 汽车无法承受这样大的重量 车门已经有一些水泥从中泄露出来 因此他们要在水泥把炸弹包裹住之后就点燃炸弹 否则 车门会支撑不住的 于是他们退到了安全距离 并且点燃炸弹 只听见砰的一声 白烟四起 似乎水泥很好地阻止了炸弹 从肉眼就可以进行对比 刚刚没有水泥的游地车已经变成了废墟 周围的人群也深受重伤 这次的爆炸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而且游地车依旧还在 但是当他们走近看发现 车里依旧有还没点燃的两袋炸弹 也就是说 刚刚形成的小型冲击波 是点燃了两管炸弹产生的效果 这次实验显然不能作为参考 于是他们将炸弹放在了箱子里 再把箱子固定在地上 将水泥灌入其中之后 退到安全距离按下开关 可以看见 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瞬间产生 这次的爆炸比第一次的爆炸 似乎没有多少差别 但当他们近距离观察的时候 可以发现纸板人 只是受到冲击波的压迫而倒下 且爆炸中心的地点产生了一个小土坑 在无人机的观察下 可以看见这次的爆炸 比第一次的爆炸范围少了一半的范围 也就是说 水泥确实可以削弱爆炸的威力 但是并不能阻止爆炸 如果你遇到了充满炸弹的游地车 最好还是跑远点 而不是往里灌水泥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